我本是附加千金 但刚出生就被保姆掉包了 13岁那年被找回家 亲妈让我学会和贾千金相处 亲哥说她只认贾千金一个妹妹 于是我把他们两兄妹都嘎了 我回来就是争家产的 你们的亲情算个屁 一 我一进门就成了全家人的公敌 贾千金徐子涵哭哭啼啼 亲哥徐浩轩对我怒目相向 连一堆保姆都冷眼看我 面若冰霜 爸爸妈妈尴尬地说 大力呀 我们和子涵有感情了 不能因为血缘就抛弃他 你要学会和妹妹好好相处 徐浩轩一声冷哼 我只认一个妹妹 那就是我从小宠大的子涵 血缘算个屁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野种 擦 这么经典的剧本对我遇上了 我牙齿痒痒 拳头发应 对着徐浩轩那不会说话的嘴巴 就是一电泡 嗯 他捂着嘴巴 鲜血从指缝里鼓鼓流出 原本靠着他的徐子涵一声尖叫 跳出凉米远 我亲爹亲妈目瞪口呆 一个劲儿揉眼睛 不相信自己亲眼所见吗 我就是打那傻逼了 你找死 徐浩轩到底比我大几岁 又是绑大腰圆的男人 缓过进来之后 跳起来追着我打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满屋子绕着闪躲 顺手操起各种小物件 帮帮他脑袋 虽然伤害输出不大 但也没吃亏 你们都是死的吗 快拉住少爷和小姐 我爹妈终于回过审 招呼保姆拉住我们 徐浩轩气急败坏 口鼻流血 但到底没在动手 只是横横地盯着我 眼里刀光见影 我妈面若宁霜 徐大力 你要是这么粗也 这么没教养 我宁愿没你这个女儿 我呸 当我稀罕你这个妈 生我出来 又护不住我 害我被你那个野种女儿的 亲家妈虐待 我要是像她那样哭唧唧 早被弄死了 我妈眼睛一翻 差点避过气去 我爹赶紧上前 帮她拍后心 看我的眼神 也多了一丝愧疚疚 二 我把行李丢给离我最近的保姆 我说老爸呀 你挑保姆不戴眼睛的吗 十几年前 选个吊包你亲闺女的 如今又选一批 对着主人甩脸子的 我甚至得给他们磕一个 听到我的话 我爸脸色顿时轻了 他还没开口 保姆们已经大惊失色 恭恭敬敬地帮我拿行李 还带我去房间 好吗 未未不未得 当天夜里 我越想越生气 徐浩轩 你个拿脑子装地勾游的 凭什么骂我也种 家里没什么趁手的家伙是 我操起一根晾衣干 悄悄摸进他房间 嘿 这货躺在床上刷手机呢 我劈头盖脸 一顿五郎八卦棍 他猛逼了 捂着脑袋挖大叫 刚想跳起来 我又对着他裤裆踹了一脚 这下徐浩轩叫 都叫不出声了 弯着腰像一只熟透的小龙虾 脸色像紫鼠 门外传来脚步声 我一把抢过徐浩轩的钱包 夺落而逃 还把手捂着嘴巴 呜呜 爹妈看我像在哭 其实是憋不住笑了 这对无赖夫妻已经睡了 很好 我也不开灯 罩着被子外面的两颗脑袋 抡足了劲往死里拍 他们每人挨了三五下才行 可惜我力气太小 没拍死他们 他们还以为家里遭贼了呢 一边求饶一边喊救命 很快把邻居招来了 我想跑 但这次没跑掉 被扭送到了派出所 三 我爹带着律师气喘吁吁的来数我 我正在派出所吃泡面呢 身边坐着一个漂亮的警察姐姐 一边听我讲故事 一边流眼泪 他们脑袋是我砸的 长这么大 我还没尝过肯德基的滋味呢 瞧 我这手是五岁开始洗全家的衣服 洗成这样的 大冬天用了一点热水 被吴有才用棍子砸小腿 疼了半年也不给我去医院 还有这个伤疤 小时候猪香花用蚊香烫的 就因为我睡觉点了蚊香 去年我睡觉时 吴有才到我房里摸我 我反抗了 结果他们两夫妻一块打我 猪香花说我天生引荐 勾引亲爹 所以我睡觉都会锁上房门 我亲爹听得眼泪汪汪 当场就要打死那对夫妻 天哪 我接女儿回家 你们还找我要了一百万 我弄死你们 他带来的律师也义愤填膺 说要用一百种方法 让他们两口子牢底坐穿 吴有才气焰很嚣张 说要我坐牢 要我爹赔钱 律师扑斥笑道 人家小姑娘才13岁 而且从法律上讲 你们现在还是他爹妈呢 这顿打你们白挨了 4 徐子涵在家里哭天枪地 说要用自己的命 换属亲爹亲妈的罪 我若是不松口 吴有才和猪香花 就要坐实了拐卖人口和虐待 他们吃到饭不说 徐子涵的前程也会受影响 徐浩轩垂胸顿足 我可以不计较你打我 但你要坏了子涵的前程 我一辈子与你为敌 啊 我在考虑 要不要趁着没满14岁 先弄死他 我妈也眼泪汪汪 大力 你是我的女儿 应该继承我人蛋如菊的品行 记住 宽容是最大的美德 我死死地盯着他 到底是天生圣母心 还是不爱我呢 我还小 捉摸不透 终于 在亲妈的主持下 我原谅了那对无赖夫妻 但坚持要我爸收回100万的抚养费 若是让他们占了这个便宜去 我14岁之前就啥也不干了 一定要弄死他们 饶过无赖夫妻 我也正式办理了回归手续 但徐子涵依然待在家里 还是徐家的女儿 我心里不愤 但也无可奈何 偏偏徐子涵找死 我下楼时 他站在我面前 忽左忽右的挡路 徐大力 如果是我被虐待 爸妈拼了命也要帮我出气 你算个什么东西 嘿 找打吗 可我还没抬起手 他就自己从台阶上滚下去了 姐姐 你推我 我不怪你 就当为我亲生父母赎罪了 徐 大力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要你了 我妈歇斯底里扑上来 就扇我耳光 亲妈呀 我没法还手 徐子涵躺在台阶边 嘴里带着哭腔 但眼神却是阴彻彻的得意 我抱着脑袋 等我妈打完 冷静地告诉她 我没有推徐子涵 因为我打架 很少用推这一招 不仅伤害小 还会告诉对方 你要动手了 我一般会这样 上前一步 徐子涵还没起身呢 我对着他脑袋一击飞踢 他一声不吭晕过去了 我妈也两眼一闭 晕了 怪我了 五 我爸又为难又内疚 大力呀 你在家待不下去了 虽然我们对不起你 但实在放不下子涵 不行的话 你去奶奶家住好不好 先分开 适应一下 好 为什么不好 只要能吃饱饭 有钱花 我在哪不行 等再长大一点 我巴不得一个人住 奶奶是个老教授 爷爷是个打过仗的退伍兵 知道我的遭遇 他们倒没我妈那么矫情 一见面就抱着我泪连连 宝贝呀 你受苦了 我心里一阵腻歪 从小到大 还没人对我这样呢 但感觉挺舒服呀 从小 那对无赖夫妻就虐待我 街坊邻居家的小混蛋们 知道没人帮我出头 也结合欺负我 从八岁开始 我就知道一个道理 如果人不能保护自己 那么被虐死也活该 所以谁惹我 我就拼死打回去 就算打不赢 也要咬他们一块肉下来 渐渐的小混蛋们 都不敢惹我了 还遵我为大姐大 可谁他妈稀罕这群玩意呢 其软怕硬的货 奶奶总是劝我改一改性子 但爷爷很喜欢我的爽快 做人就要快烟愁 坏事咱们不做 但遇事也不能耽 与其委屈自己 不如捶死别人 转眼要开学了 亲爹帮我转到 许子涵和许浩轩就读的贵族学校 许子涵来探望爷爷时 英智地对我说 我真希望和你一个学校啊 已经迫不及待欢迎你了 我扬起拳头 他一溜烟跑了 爷爷看他有些不爽 他要不认亲爹妈 我倒愿意接纳他做孙女 但现在想着学家的福 又要你不追无家的责任 算什么拓事 开学第一天 我就被堵厕所了 五六个男女学生 拿着相机和皮鞭 撕开了我的衣服 说要让我学学怎么做女人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认怂 我顺从地脱下校服外套 露出贴身小背心 和洁白的肩膀 那几个学生猥琐的狂笑 猥手的那个男生 还举起了相机 好呀 我就等着这回呢 趁他没注意 我跳起来把校服 套在男生脑袋上 对着他裤裆生猛一膝盖 他一声不吭就贪软了 捂着裆布偶偶叫 一句话也说不出 突然的变故 让他们傻了眼 左边一个长发女生 还伸手捂住嘴巴 满脸都是京剧的小可爱 我薅住他的长发 用力很扯 他哀呦一声就倒了 我趁机扒下他的校服 套在自己身上 还把他的小背心也撕了 快拦住他 在众人惊呼中 有一个男生 窜到我面前张开双臂 我打不过他 于是蹲下身子大喊饶命 然后趁他不注意 把他的裤子扒到膝盖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厕所里鸡飞狗跳 哭声一片 我趁机闯出包围圈 还转身给了另外俩女生 一人一巴掌 贵族学校的校园霸凌 就这成色吗 和我以前读书的混混学校 根本没法比啊 吃了亏还能叫家长 六 我爹在外地出差 我也不想麻烦我妈 于是把我爷爷奶奶叫来了 教导出的老师 不知道他们的来头 拍着桌子怒斥 反了天了 打伤五个同学啊 我们对校园霸凌容忍 我爷爷很纳闷 老师 您说我孙女单枪匹马 霸凌了五个同学 其中还有两个 比他大的男生 嗯 老师傻眼了 刚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查呢 但挨揍的那几个非复极贵 学习成绩也不错 相比之下 我看似家境寒酸 好像也没什么来头 是好拿捏的 就算不是校园霸凌 打架也不对 必须记过处分 还要做出赔偿 五个打一个 我孙女不许还手呗 我也是教书的 现在老师像你这样 打人还有理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为什么那么多同学 要针对徐大力 你们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老师上火了 啪 我奶奶一巴掌扇老师脸上 一个巴掌想不想 不想我多给你几下 这爷爷奶奶能处啊 我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老师暴跳如雷 又怕我爷爷奶奶躺下 让他负责 只能打电话给校长 坚决要求开除我 我奶奶也不含糊 直接找他 当教育局长的学生来说话 最后一逼问 好吗 读我的那几个玩意 是徐浩轩找来的 为的就是给徐子涵出气 校长陪着笑脸 徐老 您看 这都是您的家世啊 我们学校就不参与了 您看这处理可好 真够出喜啊 长人打自己亲妹妹 爷爷铁青着脸 把徐浩轩从教室里拎出来 当着校长的面 抽了一连串耳光 徐子涵不知从哪听到消息 嚎啕大哭 爬到楼梯扶手上 说一切事端因他而起 如果爷爷继续责罚徐浩轩 他就跳楼 这下校长急得冒烟了 学校里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事 不过 徐子涵跳二楼算什么事 丢个鸡蛋下去 都未必能摔碎啊 于是我溜溜达达靠上前 把徐子涵推下去了 气 徐子涵并没摔成啥毛病 但吓尿了 他呆呆啪了一会儿 猛地跳起来 嚎啕大哭着跑了 徐浩轩追都追不上 后来 他们两兄妹和堵我的 那几个狐朋狗友都转学了 实在射死的还不了养了 为了养妹找人堵亲妹不说 一群人被扒衣服的扒衣服 踢裤当的踢裤当 最傲娇的小公主还当众吓尿 面子碎成了渣渣灰 一众老师和同学 吓得目瞪口呆 想必打死都不敢惹我了 但我亲妈冲到爷爷家里 狠狠扇了我一耳光 声泪俱下地说 后悔接我回家 问我为什么不死在外面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生了你这个女儿 你再敢伤害我的一对儿女 我情愿和你同归于尽 说实话 我对这个便宜亲妈 并没什么感情 但她摔门离开时 我还是转过身去流泪 明明我只想过得好一点 明明是他们先惹我的 怎么就成我的错了 要是有的悬 我会投胎到你肚子里吗 真荒唐 于是他们打电话 给我爹臭骂一顿 我爹无奈之下 好生好气 往我卡里把一百万零花钱 我的心情瞬间好的爆棚 为了补偿我 亲爹带我去参加酒会 他让我穿上精心挑选的礼服 在酒会上 给我介绍生意伙伴的孩子 让我们好好相处 但那些小东西们 一转头就变脸了 阴阳怪气地说 网上数一千年 谁都是贵族的后代 决定出身的不是血缘 而是成长环境 看着徐子涵得意洋洋的脸 我突然觉得没劲透了 拿了一瓶水 自顾自走开 他的小伙伴在身后嘲讽 好好品尝哦 那瓶水算下来八十块钱一口 你之前没喝过吧 爸 酒会的花园里 开着很多好看的花 一个穿着工作服的老头 正拿着小铲子陪土 隔脚挂满豆大的汉猪 猪门九六臭 路有冻丝骨 我把矿泉水递过去 老头喝瓶水歇一歇吧 听说这玩意要八十块一口呢 哪来的小东西 没规矩 老头站起身来 举起铲子要抡我 可能又觉得不合适吧 就把铲子插土里 弹了我一个脑包 这是耍流氓吧 我想动手 可穿着礼服不方便呀 老头喝了一口水 你得管我叫爷爷 好吧 我承认我心情不好 连带着看别墅里 所有的人都不顺眼 所以没礼貌了 老头问了我的名字 哦 你是老徐家那个 刚刚找回来的亲孙女 蛮可爱的 像你奶奶年轻那会儿 我奶奶不是一太万方的 大学教授吗 但想到 她抽老师的那一把掌 隐约觉得这老太太 也是深藏不露啊 你受气了 老头指着花园里放花说道 瞧 这是兰花 种在花园里是兰花 长在山野里也是兰花 所以你在什么环境下 成长不重要 血缘也不重要 保持善良 乐观的本心才是重要的 这话听着真舒服 老头是个讲道理的 我默默放下手里的铲子 算了 本来想拍死他们的 但想想 他们也有不喜欢我的权利吧 是我自己矫情了 老头 你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啊 得让他们给你磕头 老头眼睛瞪得有力之大 一口水喷出老远 血缘不重要吗 徐老头基因真强大呀 就 我坐爸爸的车回家 徐子涵兴高采烈地 介绍他结交的朋友 对他来说 那个圈子其实都熟悉了 他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亲爹内疚地望着我 大力呀 以后爸爸多带你和他们接触 你们会成为朋友的 无所谓呀 合得来就是朋友 合不来就算了呗 圈子不同 合必强容 这是老头教的 我突然想到 他还让我带句话呢 亲爹 刚才有个叫顾大峰的老头 说和我是忘年交了 还说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你明天去和他聊聊 城东地皮开发的事 我的天 你学会撒谎了是不是 亲爹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顾大峰是全省首富 还是顾家的当家人 居然就让我碰上了 管他呢 反正我也没想到好处 必利千任 无欲则刚 不过 他教我的另一件事 倒是挺有趣的 顾老头问我有没有想过 当年将我和徐子涵调包的保姆 并非徐子涵的亲妈 那么他图个什么 脑子解决问题才是本事呀 带着顾老头给的疑问 我让我爸收拾当年的保姆 还要找医院算账 我爸沉默良久 才吞吞吐吐吐告诉我 当年的保姆早就不知去向 找医院无非是要些赔偿 我家并不需要这些 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这世道还真有闲钱多的 我满心不愤 便找爷爷帮我出头 爷爷成音片刻就帮我报了警 徐子涵的亲爹妈 虽然没被追究 但当年的保姆却上了通缉令 接生的医院也被查得鸡飞狗跳 要知道 这可是专门服务上层圈子的高端医院呀 出了这种事还要不要混了 最后 医院赔了足足一千万精神损失费 爷爷全打进了我的账户 只可惜当年涉事的护士已经跑了 若被我逮着 一定捶死他 拿着日益膨胀的银行卡 我心里美滋滋的 省着点花 我这辈子都可以交身盈役了 但隔着房间门 我却听到爷爷在和爸爸争吵 爸 大力已经回来了 这事情就算了吧 十三年的抚养费是小事 但我亲孙女被虐待十三年 你要我算了 我听不明白 虽然这些年历经事态炎凉 但有些事对十三岁的我来说 还是太烧脑了 十 第二天 妈妈趁也买的跳广场舞的 当把我堵在房间 想起挨的那些巴掌 我并不想搭理她 但她这次很温柔 寻寻善诱 大力 我知道你这些年受了委屈 但过去的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将来 我知道 你想要一个公道 但你不能自私 不能因为你的欲望 就伤害子涵 如果你不追究当年的事 子涵可以继续留在我们家 你多了一个妹妹 你也可以慢慢 让浩轩接受你 你就有了哥哥 你的养父母 也可以当亲戚走 亲情无价宝啊 虽然我没带过你 但我相信你的血液里 留着我的高贵品格 宽容是美德 不要让仇恨蒙蔽你的双眼 合着我想要一个公道 反而是错误了 心里翻江倒海 脑子里一片江湖 我想起徐子涵说的话 小声地问我妈 如果是徐子涵受了委屈 你会让她稀释宁人吗 我妈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了 你小小年纪 哪来那么重的攀比心 你凭什么和子涵比 你害她害得还不够吗 是 子涵受了委屈 我一定要找回去 她就是比你高贵 只恨我不能掐死你 你有资格怨谁 怨你自己命不好 我给了你这条命 你就永远欠我的 其他的东西我不给你 你也没资格要 末了 她又狠狠抽了我两耳光 掐着我的脖子 得意洋洋地说 我是你监护人 我不帮你追责 你就别想找事 碰到不讲理的亲妈 真是无能为力呀 于是第二天 我把徐子涵堵在学校门口 往她脑袋上 泼了一盆半冷不热的 红油火锅汤 徐浩轩要和我拼命 被我拎着板砖 追了一条街 我妈要疯了 居然拎着刀说要嘎了我 她给我抵命 被我爸扇了一耳光 才冷静下来 我爸挡在我身前 满脸苦笑 十三年前 我没保护好女儿 现在总得护着她吧 哈 上辈子这个老情人 还是不错的 我冷冷地望着我妈 你认谁做女儿 我管不着 但徐家的财产得有我一份 只要没弄死我 你打我一次 我就打徐子涵一次 你们的亲情算个屁 除了对我好的人 我只认钱 十一 为什么我要追查保姆 亲妈的反应那么大 爷爷奶奶让我别理她 这女人有病 别理她 一切有我们呢 挨了亲爹一巴掌 我妈大哭大闹 还拿根绳子 要上吊自杀 徐子涵和徐浩轩跪下来 一人抱她一条腿 还不容易才把她劝消停 冷静下来 她又要和我爸离婚 而且要求我爸净身出户 你家报 子涵和浩轩的抚养权都归我 财产自然也归我 你带着那也中过吧 我爸苦笑 大力是你亲生闺女吧 她是野种的话 你成啥玩意了 要离婚没问题 但财产按人头分吧 大力那一份 谁也别想抢走 想来是舍不得钱 我妈又不离婚了 她转过头 苦苦哀求我 你快走吧 我的家要被你搅散了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已经给了你一条命 你还嫌不够吗 你别骚扰我家好不好 我只是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 求求你别伤害他们 许子涵 许浩轩和她抱头痛哭 呵 你疼爱孩子 合着不是我妈呗 真见不得这母子子笑的场面啊 我扭头就走 亲爹追上来 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不停地说对不起 这真让人受不了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定是太尴尬了吧 她把我带到一家咖啡馆 我说出了心里的疑惑 亲爹低着头不敢看我 大力呀 我是你亲爹 我真的真的非常爱你 如果你觉得心里委屈 要讨一个公道 我一定帮你追查到底 但是 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计较往事了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 而今后我也会守着你幸福快乐 我总觉得 在追查下去会有很大麻烦 让我们都接受不了 能有什么大麻烦呢 无非是放不下我亲妈和一对儿女呗 这些天 我已经知道 亲爹是一个内心柔软的好男人 他肯定心疼我这亲女儿 但也没到为了我抛弃妻子的程度 再让他为难 就是我不懂事了 送我回家吧 我要去爷爷奶奶那里 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 还和奶奶欢天喜地做了一顿饭 让爷爷别找保姆麻烦了 等再次见到顾老头 我终于可以大哭一场了 真他妈憋屈呀 我自然可以追究到底 也可以在爷爷奶奶面前 肆无忌惮地哭一场 爷爷一定会千斤拆家4FP11爆出气吧 但我舍不得为难亲爹 他又何尝舍得让亲儿子难受 将心比心 我还是忍人好了 顾老头被我哭得手足无措 先让人给我拿来那种81口的矿泉水 又让人给我端来各种糖果糕点 最后让他家的厨师 一人做一道拿手菜 等我哭累了 就好好吃一顿 真香 好菜趁热吃才行 哭个屁哦 顾老头说 你想要个公道 是爱憎分明 直接爽朗 为了不为难家人 不再追究 势之进退 人这一辈子 总要接受许多不如意的事情 要忍许多让你厌恶的人 这很残忍 但你要适应 为什么我亲妈接受不了我呢 知道猪香花不是我妈的时候 我真想第一时间见到亲妈呀 虽然我可以不在乎亲情 但谁不希望有亲妈疼 顾老头轻叹 你亲妈对你也是有感情的 但对他来说 你委屈求全 顺着许子涵和许浩轩 不提任何要求 会将这件事情对他 对全家的影响降到最低 委屈你一个幸福一群人 是他们的理所当然 如果你不妥协 坚持要一个公道 哪怕是合情合理的 在他们看来也是大错特错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虽然人人都哭着喊着向往正义 但真正考量的却是利弊 如果牺牲你 能让他们都得到好处 那么牺牲你就是正义的 顾老头的话 让我觉得碗里的鲍鱼都不香了 十二 在爷爷奶奶家里 我过得很轻松 看到我也是有人宠的 徐家的社交圈也开始接纳我 虽然许子涵和徐浩轩 依然一见到我就两眼冒火 但终究不敢再来招惹 不如就这样吧 我过得不错 他们也岁月静好 直到有一天 我在爷爷家楼下遇到五有才 怎么 赌博书完 家当想来我这里打秋风 我算了算日子 离十四岁还有个把月 可以拍死他 我不动声色地摸出板砖 你个小王八犊子 无有才撒腿就跑 还不忘咒骂 出门让徐老头给你配个保镖 小心被车撞死 这家伙图个啥 大老远跑过来就会骂我一句 我琢磨着 是不是该去揍一顿徐子涵了 这是我最近半年来养成的习惯 徐浩轩嘴见我揍徐子涵 我亲妈找茬 我揍徐子涵 心情不好了也揍徐子涵 不管有没有道理吧 终归是有效果的 回家之后 爷爷和爸爸要给我安排司机 好像他们这个圈子里 小孩放学坐公交回家 挺没面子的 但我就是喜欢溜溜达达 自己走着回去啊 曾经买个棒棒糖 都要攒一个礼拜的钱 如今银行卡的余额 能把半条街买下 目光所及之处 都是本妞的江山 心情不要太好 路过一个街角 我裤腿突然被扯住了 一个老太太摊坐地上 斑白的头发流淌着邪恶 眼神放射着脚侠 小姑娘 你撞到我了 碰瓷蛙 好玩 我抬头打亮四周 别看了 这里没摄像头 这会儿也没人 你认栽吧 哈 既然没摄像头 那我捶死你也没事了 地球人都知道 比老太太难搞的 可不就是不满14岁的小孩吗 我的拳头在兴奋 老太太见识不妙 把腿就往街边小巷跑 休走 吃俺大力一拳 我不依不饶追上去 结果刚进巷子口 就被捂嘴巴了 鼻子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意识的最后一刻 是有人把我装进了编织袋 蓝白花的 我喜欢的颜色 在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仓库模样的地方 手反绑着 身后是一根斑斑勃勃的铁管 被绑架了 千金小姐没当几天 绑匪就找上门来 实在亏大发 我不敢出声 悄悄用铁管磨手腕的绳子 绑得可真紧 不就是要钱吗 搞得有身仇大恨似的 这绑匪不是东西 大门之一声打开了 碰瓷老太太探头探脑 眉眼含笑 得意洋洋 哟喝 小姐你醒了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 你是 我确定以前没见过她 瞧您贵人多忘事 你刚出生那会是我把你送走的 前不久你还把我送上了通缉令呢 当年的保姆邓一 可我不是放过你了吗 咱们现在可无冤无仇啊 无冤无仇 你当我路了 邓一瞪着眼 咬着牙 拽着我的头发摇晃 我的脑袋撞在铁管上 砰砰响 趁他没防备 我一口咬住他的脸 牙齿用力摩擦 抵死不放 啊 哇 邓一惨叫连连 对我拳打脚踢 门外窜进两道身影 是徐浩轩和徐子涵 好哇 居然还有你们 徐浩轩掐住我的脖子 我喘不上气 只好松口 徐子涵趁机狂杀我耳光 你不是很能打吗 你不是很得意吗 我才是徐家小姐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种场景我不能耸啊 手被绑着 脚也不能动 于是我对着他的脸 喷了一口血 轻面骂道 你个野种 哇 真恶心 徐子涵扭头哇哇呕吐 徐浩轩怒了 抽起一块钉着钉子的木板 劈头盖脸砸我 砸到小腿的时候 似乎有钉子扎进去了 真疼 我大声喊救命 可没有一个人进来 你死了这条心吧 方圆两公里都不会有人 徐浩轩打累了 丢下我扬长而去 我也默默喘息 恢复体力 有力气才能磨绳子 这群混蛋 十几个小时了 别说送饭 连水都不给一口 我头晕眼花 小腿又酸又疼 而且能感觉到 裤管湿漉漉的 该不会失血过多了吧 浑身的力气也逐渐消失 要些好一阵 才有力气继续磨绳子 脑子里奇怪的念头 一个接一个 故老头家的厨子 真不错呀 如果这次能活着出去 我要在他家吃一个月 徐浩轩和许子涵绑了我 亲妈知道吗 这女人不靠谱 交出两个什么碗衣来 还人蛋如菊呢 爸爸有没有在找我 爷爷奶奶一定急坏了吧 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 终于有人给我喂水了 一口气喝干一瓶 我还是累得睁不开眼 发烧了 这声音挺熟悉的 没过一会 嘴里被塞进一颗药片 挺大颗的 我用舌头感觉了一下 失去痛骗 一种廉价的止疼退烧药 小时候病得难受了 吴有才才会给我吃一颗 妈的 绑架我 这对无赖夫妻也有份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感觉身子清爽了一点 力气也回来了 就是肚子饿得难受 有人吗 给我点吃的 我决定 徐子涵再进来的话 塞了一个小面包 嘴巴被堵得严严实实的 我只能用舌头 一点点把他挤碎 艰难的吞咽 妈的 这混蛋干啥事都不靠谱 他转到我身后检查绳子 靠 磨了一半 这下前功尽弃了 不成想吴有才 居然把我把绳子割断了 你吃点东西赶紧跑吧 你舅舅要害死你 你亲妈舍不得 他们正在商量呢 等扯出个结果你就跑不掉了 记得 出门往东走 翻过一个小山包 就能看到一个收费站 找那边的人帮你 我哪有什么舅舅 再说 我死了不是便宜徐子涵吗 你们也有好处吧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吴有才的话 我向来是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相信的 他帮我松绑 又撕开我的裤腿 胡乱地往伤口上泼霜羊水 我疼得差点跳起来 他连忙捂住我的嘴 别叫 忍着 我把疼出来的眼泪 生生憋回去 狂炫他带来的小面包 吴有才一边帮我包扎 一边碎碎念 我和你猪妈妈不是什么好人 但到底养了你13年 他们要杀你 我哪下得去守啊 你说 你个倒霉催的 明明是千金大小姐 咋就惹上这些破事呢 我让你留点神 出门带个保镖 你也没听是吧 嗨 也不怪你 这些年我们处得像仇人 你信我的话就有鬼了 叫了吴有才13年爸爸 印象中 这还是他第一次照顾我 居然是眼下这情形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这个赔钱货 就是没心没肺 我这算是就你一命了 你要能活着出去 高低能给我点钱吧 你猪妈妈身体不行 现在好不容易怀孕了 我想让她不好点 十万 五万也可以 算了 不给也没关系 我就当给孩子积德吧 吴有才叹道 当初要是对你好点 现在我也发财了吧 真亏啊 一百万 你帮我报警 护我周全 出去我就给你 我吃饱喝足 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吴有才手抖了一下 眼里刷得闪过一道亮光 又暗淡下去 你自己跑吧 机灵点 我倒是想救你 但你猪妈妈 还有把柄在他们手里呢 还有孩子 13 现在不是扯蛋的时候 我也不多话 站起身来发现腿还能走 就猫着腰一溜烟跑了 窜出去才发现 关我的地方是一个农场 四周都是山 怪不得喊破喉咙也没人来 我试着走了几步 小腿钻心地疼 这哪能跑路呀 万一绑匪发现我跑了 一眨眼就能追上我 于是我灵机一动 找了个草丛钻进去 还坐了个草环带头上 约莫过了半小时 我听到吴有才撕心裂肺大喊 不得了啦 赔钱货跑了 这下完了呀 农场顿时乱作一团 徐浩轩和一个身形壮实的中年男人 分作两个方向追赶 邓一脸上裹着纱布 手里拿着行李 和许子涵站在院子里手足无措 我妈则闭着眼睛望天 一动不动 我暗自好笑 又忍不住在心里骂吴有才没脑子 才半个小时就吆喝 万一我没走远呢 我想 绑匪打死也想不到 我就藏在他们眼皮子下面 但离得这么近 我的心脏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真刺激啊 我觉得自己就像在玩吃鸭游戏 躲在草丛里准备打黑枪 但人家一对我一个 这仗没法打 没多久 中年男人回来了 冲着邓一和吴有才全打脚踢 废物 看个小贱人都看不住 坏大事了 吴有才不敢还手 但也耿着脖子分辨 这是本来就瞎搞 吊包13年 徐家都能找上门 如今赔钱或坐实了是千金小姐 徐家还能不拼了命救人吗 你真当徐老爷子是好糊弄的 闭嘴 当年要不是你非得留着养大 一早弄死了 哪有这麻烦 中年男人暴跳如雷 徐子涵和徐浩轩在一边瑟瑟发抖 我妈不声不想靠上去 对着中年男人就是一巴掌 旋即又蹲下身来 捂着脸一动不动 她这是在哭 这群混蛋闹什么腰呢 我摸不着头脑 再等等吧 等他们撤了我就跑 果然 没过一会 他们就拿着大包小包要跑路了 我拼命捂着嘴 得意的笑啊 可就在这结果眼上 怎么脖子凉嗖嗖的 跳起来张牙舞爪扑腾 把一群人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没跑掉呀 中年男人欣喜若狂 拎着一根木棒扑上来 我操 老子让你跑啊 吴有才也急了 抱着中年男人的腰扭打成一团 邓一想上前帮忙 不成想猪香花也反水 拼死拦住她 死妮子 你快跑 得 还有三个人 一比三 根据我常年打架的经验 这回我要转身跑路的话 他们马上就会追上来 根本跑不掉 猪香花比邓一能打 但吴有才 绝不是中年男人的对手 我就算是要跑 也得先整翻他们两个 和这些绑匪相比 蛇也不可怕了 我撞起胆子 一把扯过来 心里不断默念 这是辣条 这是辣条 悬了两个圈刷地甩出去 正好挂在徐子涵的脖子上 他一声没坑就晕了 趁着机会 我紧握逃跑时 顺出来的一把改锥 迎着奔过来的徐浩轩 连筒十几下 他哀悠一声 捂着肚子就满地打滚 我妈刚才一动不动的 这才有了反应 抱过徐浩轩大喊救命 妄向我的眼神 愤怒又挨碗 说不出什么情绪 十四 我强忍着腾转身就跑 改追秀吉斑斑 如果不赶紧救徐浩轩的命 你们就来追我吧 跑出不到两里地 中年男人拎着棒子追上来了 我妈也紧跟在后面 跌跌撞撞的 靠 跑不掉了 但死也要死出气势吧 我转过身 大口大口喘气 尽量让体力恢复过来 中年男人走到我跟前 死妮子 别怨舅舅 你太能惹事了 我这就送你上路 让你痛快点 他抡起棒子朝我脑袋砸来 甚至还算好了提前量 提防我往后躲 但他没料到 我八岁就大街小巷满世界打架 虽然体力不行 但很近却远超于他 我非但没躲 还迎着他的怀里钻过去 改追直奔他的眼珠 卧槽 你个死妮子 中年男人反应很快 我这一招没能扎下他 只在他脸上 划了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 从嘴角到耳朵 血骨骨流淌 完了 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我挥舞改追拼命 被他三两下打倒在地 眼睁睁望着棒子朝脑门砸来 却再也无力躲闪 不要 我妈亮腔着闪过来 挡在我身前 被中年男人一棒子敲中脑袋 当场就软了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拼死挡在我身前 帮我护着要害 中年男人的越发狠辣 棍子像暴风骤雨一样 砸向我妈的脑袋 四肢 我则以他的身体为掩护 用改追乱捅 一条千金小姐的命 可不能白丢 如果能干掉他 也不算太亏吧 啪 啪 在我手都举不起来的时候 远远有鞭炮声传来 好像是枪声哦 一群警察围了上来 十五 医院里 我爸和爷爷低眉顺眼 满脸愧色 奶奶破口大骂 但生怕吵到我 声音压得特别低 就你们这两头圣母 把我孙子孙女害成这样 你们怎么不去代替受罪呢 我妈怎么样了 吴有才呢 那个中年男人是谁 我挣扎着爬起来 给我板砖 我一定要弄死他们 爷爷一拍大腿 兴奋道 好姑娘 是个做大事的 我妈为了救我 全身被砸出实际处骨折 四肢俱肺 这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站起来 徐浩轩被我用生锈的改锥 刺了十几下 虽然没死 但伤口严重感染 算是废了 而且他伤好了 还得去坐牢 挡架和杀人未遂 我出去谅解书也没用 吴有才和朱香花有立功表现 而且朱香花还怀着孕 我出去谅解书之后 他们不用坐牢 我让亲爹给了他们一百万 算是恩怨两亲吧 中年男人 也就是我舅舅 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毕了 我那从未见面的外婆 窜到医院来 痛哭流涕诅咒我 被奶奶两巴掌扇出门去 我就觉得 我这性格是有出处的 奶奶金刚怒目的样子 比温文雅可爱多了 顾老头也说 就喜欢看奶奶发脾气 我得让爷爷小心点 在顾老头的花园里 我兑现了给自己的承诺 一边狂炫顾家厨师 精心烹制的美食 一边听顾老头讲故事 我外公姓西 徐家 顾家 西家是石胶 顾老头和我爷爷 外公是至交好友 我爸和我妈 我舅舅也从小在一块长大 感情极好 外公是个胆子大的 借着财务主管的位置 捞了一大笔钱 上头派顾老头和爷爷来查账 他还满以为 两位兄弟会高举轻放 但负责这事的顾老头清楚 外公贪的不是一笔小钱 脑子清醒点 别坑了全家 爷爷只能作罢 最后外公死在监狱里 我妈和舅舅也因为正审不过关 一辈子虔诚受阻 外婆虽然嘴上说 外公就有自取 但心里却恨毒了 顾老头和爷爷 也亏了他几十年 寅忍不发 还由着我妈嫁给了我爸 外婆和舅舅策划了一个换鸟计划 就是在我妈妈生孩子时 把徐家的孩子换走 然后控制假少爷 假千金 图谋徐家的一切 不但自己翻身 还给外公报了仇 不成想徐浩轩出生时 舅舅没找到合适的婴儿 无奈留着他在徐家长大 而我出生时 他们终于找到机会 把我和徐子涵掉了包 徐子涵甚至不是无有才 和珠香花的女儿 她是舅舅的私生女 按照计划 徐子涵长大后 他们就会废掉徐浩轩 可怜这个好哥哥 还不知道最亲近的人 一直在算计他呢 十六 我很不解 照理说他们最恨的是顾老头啊 为什么冲着徐家报复呢 顾老头哈哈大笑 你以为我是你那个 不着调的圣母爷爷吗 既然办了你外公 两家就是彻底结仇了 莫说你外公家 你们徐家和他们走得近 我都会防着 人心隔肚皮 天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捅刀子 小丫头 你以后也算是有点家底的 不知道多少人盯着你呢 这小心过头一万次都没关系 但疏忽大意一次就可能坑死你 顾老头老神在在 但确实很有道理 爷爷是个重感情的 一直以来对外婆和他的一对儿女 照顾有家 还张怒着让我爸娶了我妈 满以为给了外公一个交代 没成想坑了我十几年 顾老头告诉我 我妈起初并不知道我被掉包了 毕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 谁舍得坑自己亲生孩子呢 舅舅委托谢姨把我处理掉 谢姨不敢杀人 于是把我交给他 生不出孩子的表弟吴有才 这才让我有了回家的机会 我不禁苦笑 按理说我这辈子最恨的人 就该是吴有才和猪香花 但偏偏是他们救了我 顾老头让人给我倒上一杯香茶 你也不用高看他们 顾老头深深地忘了我一眼 他痛恨徐家 但也爱着你爸 对你也心怀愧疚 但你的性格和你奶奶年轻 那会一模一样 所以你妈对亲近不起来 在山上他舍身救你 到底还没忘记一个母亲的本能 而拦着不让你追查当年的事情 是害怕牵连到你外婆和舅舅 所以你如果能低眉顺眼 当个乖女儿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情 邓一和许子涵被带到警察局 没两下功夫就全交代了 我舅舅还真是心狠手辣 他一开始就想弄死我 而且要引诱徐浩轩下手 徐浩轩已经满了16岁 手里沾了人命 不被枪毙也得牢底坐穿 到时候徐家的一切就都归徐子涵了 幸亏徐浩轩没出息 不敢出手杀人 而是打算帮我绑在仓库里活活饿死 偏偏吴有才也是个带脑子的 有胆子偷鸡摸狗 却不敢伤天害理 这才救了我一命 这些事情让我一阵后怕 哪个环节出点差池都活不成啊 还好我是锦里面 徐浩轩和徐浩轩排挤 你当场就能翻脸 按照你的性格 再长大一点 能饶了当年坑你的人 一切都靠你自己呀 快意的人生就当如此 可以一时委屈求全 但绝对没有以德抱怨 不必在乎旁人的看法 更不能祈求旁人情感的施舍 爱很珍贵的 只能给真心我对我好的人 不认命 不吃亏 不服输 我是想当当的徐大力 正文娃 番外 徐大力亲妈视角 最初看到满身伤痕 衣衫蓝里的大力 我是愧疚又心疼的 但她的性格实在不讨喜 太像她奶奶了 当年 我在徐家跪求大力的爷爷 放过我爸爸 但大力奶奶斩钉截铁阻拦 今后我们徐家有一口吃的 就不会饿着你们 但逊思枉法的是免谈 可不能把我们也赔进去 长大之后 我知道谁也救不了爸爸 大力爷爷多年来 对我们照顾有加 已经是人至义尽 但我心里就是没来由的恨 凭什么你们两家风生水起 西家就要处处受阻 每每看到妈妈在深夜 在诅咒顾大风和大力爷爷 我就止不住心里恨意翻逃 嫁给大力爸爸 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从小就爱这个男人 但因为两家的过往 我也有一种 尾身从贼的感觉 所以 当我发现 徐子涵可能不是我亲生女儿的时候 我没有第一时间查明真相 而大力要追查当年的事 我也竭力阻止 一旦事情败露 我的哥哥妈妈都要坐牢 他们是我心里仅有的亲人 我知道徐子涵是哥哥的私生女 但也是我贴心的小棉袄 我不允许性格酷似奶奶的徐大力 来分享属于他的爱 哥哥说要绑架徐大力 送他出国 我是同意的 毕竟大力性格直爽 牙子必爆 干练很辣 再长大一点 必然追查当年的事情 谁都别想好 而且 他对浩轩 子涵都无情无义 将来对付他们 一定不会手软 但我没有想到 哥哥一开始就动了杀机 早知如此 我怎么也不会同意他绑架大力 更不会坐视我的一对儿女 自相残杀 还好 我在最后关头 就吓了我的女儿 哥哥死了 浩轩废了 妈妈可能也要坐牢 我躺在床上 四肢动弹不得 苦苦哀求 徐家放我妈妈一条生路 大力到底心软 决定不再追究 但徐家 要我和我妈 带着徐子涵出国 一辈子生活在 徐顾两家的监视下 永远不许回来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吧